9月29日晚上,我们迎来了最新一期的《我就是演员》,通过前面前三期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舞台虽然是一个真人秀,但是重点在真人,每个演员都可以用自己的演技来证明自己,也正是因为节目组的这个特性,才会受到大众的喜爱。 同时也是因为这种特性,才会吸引更多有演技,但是没有出名的演员来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,吸收经验得到更好的成长,而本期就有这么一个冷门演员,重新用自己的演技向大众证明了自己,他就是李倩。 在本期节目中,李倩待到彭冠英誓言一对夫妻,与李小蒙宝建峰一起上演了一处浪漫的事,李倩与彭冠英的待到真实动情,让人感觉他们两个就是一对真正的,不小心将孩子丢失了的夫妇,而李倩的表演浑然天成。 每一个动作,每一句台词,每一个表情,都仿佛不是在演戏,而是在生活,让观看的人也随着她的情感而有所感触。 李倩出生于1984年,16岁时因为出演《武林外传》中的小泥巴一脚为观众手之,而之后她所有的角色都是类似于此的孤灵精卦的少女。 而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她19岁时出演的《大唐双龙传》的宋玉智了,李倩的宋玉智豪爽大气,古灵精怪,让人好感顿生。 李倩刚登场时,小编并没有认出她,因为她已经将自己最明显的特征,嘴角编的那颗痣给点掉了。 可能是因为有着那颗痣,李倩的面容就显得由于娇小可爱,因此也限制了她的戏路,所以她就点掉了那颗痣。 之前有网友说过,李倩的标志就是那颗痣,可是没有那颗痣之后,大家却更加容易发现李倩的演技是那样的出色。 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,动作都是那样的灵气逼人,虽然有着这样出色的演技,李倩却并非特班出身,她没有学习过一天的表演。 在登场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舞台之前,也没有过任何的舞台经验,可能也正因为如此。 她的灵气没有被损失一丝一毫,才能演出如此感动人心的角色。 在与彭桂英的谈判过程中,节奏全部都被李倩把控着,张子怡也感叹道,在表演过程中,完全被李倩的表演吸引了目光,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两个男演员。 这并不是因为两个男演员的表演不出色,而是因为李倩的表演,已经牢牢的吸引住了我们的目光,令小编感到不好意思的是,在观看李倩的表演时,小编竟然忍不住哭了。 连吴秀波也不坚称赞李倩是个好演员,认为浪漫的是这一出表演,本来都挑起高了,演员都是个说个的台词。 但是在李倩把戏接过来之后才让她真正认可,因为自身的努力,演技的出色,李倩也获得了节目播出以来,在为导师首次的一致好评,成功竞技。 对于一名好演员来说,我就是演员这个平台可以证明自己,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表演机会。 小编也希望李倩之后能有,出越来越多的作品出现,将大家更多的见识到她的灵气。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李倩呢?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